淡江大学研究发展处与悠久大学联盟 举办悠久联盟研发及产学合作成果展 活动与跨校合作资源共享为主轴概念 一块去看看 淡江大学研究发展处与悠久大学联盟 日前在淡江大学首签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悠久联盟研发及产学合作成果展 活动与跨校合作资源共享为主轴概念 规划由产学主题讲座 产学合作成果展 特用化学品特色展 以及学校发展特色区四个部分及系列活动 由十二所大学联合展出研发成果 以促进跨校跨域交流及产学合作 我们这边今年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所有每一个大学的把它的成果拿出来 产学成果拿出来大家交流一下 而且至少秀一下他们的成果 第二个主题是特用化学品 我们为什么会以特用化学品来做我们今天这个主轴呢 因为特用化学品是未来我们国家在做任何一个产业的基础 但将大学研发处长表旭忧久联盟已经成立了三年 从北部到中部有十二所大学共同合作建立平台 提供大家互相观摩学习 达到联盟共享资源创造产值 藉由这些的展览让研究得以学以致用 而今年设立特用化学品专区展出透过科技部架创计划 即即将提出申请的计划 更是此展的最大亮点之一 成立三年了 刚开始是九所市立大学在北部的市立大学做一个联盟 后来去年的时候我们再加入中部的 然后U9里面呢 大学里面我们还分为说 它人知有人知的交流 总部有总部的交流 交友交流之类的 我们今天这是产学的产学的合作的 产学合作我们这是第二届 U9联盟今年轮到淡江大学举办 而明年则是辅仁大学 因此在活动中双方更上台 并且戴上米奇手套互相集长 象征交棒完成 而校方表示 借由这一次的活动整合优秀人才及各校研发成果 U9联盟12所学校各有所藏 希望未来可以开发需求 吸收合作 记者许多安一 对于参访报道